大家好,我是林承新理書 杏天河 以前期間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響 尊於感到的緊張、煩惱,這都是自然的歡迎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慢慢吸引 尊於你在店舖減逸的一個是家裡 不可以出門跟朋友記憶,感到孤單 小十的時候,也可以透過電話或是頂上來跟親近朋友聯絡 我們也可以主動關心身邊的朋友 好想關懷跟問號,是透過疫情最好的秘訊 若准緊張、小十的情緒已經影響到你日常的生活 也可以卡1925暗心轉散 那就是來阻塵衛生局、社区心理衛生中心 請大家好想支持,做回收好你給我身心健康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家新聞 我是張綺藤,外送美食平台崛起 外送員意外也跟著增多 有外送平台業者特別舉辦外送員安全駕駛教育 結合汽車駕訓班,希望防止漢事再次發生 粉紅大軍傾潮而出,外送員騎的車 還以為是有大客戶下訂 其實場地是在駕訓班內 外送員專心聆聽安全講席 可以喔,煞車 各位可以看到 距離是不是比剛剛短的非常多 從緊急煞車要怎麼拿捏力道 還有連續彎道 重心和角度要怎麼抓 有正確示範 當然也有常犯的錯誤 一般人遇到緊急狀況 通常過於緊張 所以他煞車都會操作失誤 以至於造成煞車力過強 那過強輪胎鎖死的話 當然車身的穩定性就會變很差 所以一般很常發生 就是還沒撞上之前 可能自己就先摔車 外送員犧牲接單賺錢的機會 參加安全訓練課程 從基本操作到突發狀況應對 都有專業技術教練授課 最近很多那種道路就是說 行人穿越馬路 他在為不在行人穿越道上穿越 這我們可能平常不會注意到 尤其在市場 我們很多合作的店家幾乎都在市場 或是一些像我們金融廟口附近 人潮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騎乘的時候也會注意到說 人如果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防範 今天信念的目的是讓那個 在道路上行駛 就是增加安全性 不影響別人 也是保障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 可能因為考取了駕照以後 那可能上路了以後的話 有些我們交通的安全的部分的話 那知識的部分還需要再補充 那所以市域也有辦相關的活動 那是在我們這個月的21號 那當然也希望說 我們市民朋友們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參與 參加安全講席 目的是希望外送員每一份餐點 都能夠平平安安送到消費者手上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在當地市議員李敏勳與區公所共同合作下 為在軟軟區的定內15號公園 氣氛景觀燈點亮 希望讓民眾從白天到黑夜 都可以到公園享受不一樣的氛圍 夜間氣氛景觀燈點亮 真的是越夜越美麗 越來越有feel 為在軟軟的定內15號公園 越來越適合全靈化民眾運動休閒的好地點 這是基隆市議員李敏勳 特地爭取經費 合作軟軟區公所的協助 希望在裝上不傷害樹木的氣氛燈點綴下 從白天到黑夜 讓小小朋友到年輕朋友 到阿公阿嬤都更愛來這裡 在好天氣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很多三代同堂 阿公阿嬤 來紅磚道這邊來做散步見走運動 小朋友到兒童遊戲區來做玩耍 爸爸媽媽 或是說一些中年青年的朋友 可以來這邊來做打球 那其實是非常適合一個全靈化的公園 那個友善的公園讓我們一家三口 那個三代同堂都可以來這邊來做遊玩 那也來這邊做運動 那所以說這個氣氛燈把它做出來之後 希望是給大家一個更棒的感受 看著景觀燈來拍照 合影留念 甚至都可以把一天的疲憊身心能夠讓大家忘卻 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好的一個測試 因為希望能夠藉著我們四花公園的景觀 這個設施做 把它沿到我們其他暖暖各地 不管是其他各地如果有閒置的空間跟公園 我預計在明年我會來做這個暖心公園這個廊帶 包含這個清水公園吊橋 它是一個很好的散步環境 那也是我們暖暖四隔離 民眾很常早上或是晚上要走去這個水源地這邊 早起會來做運動的時候會經過的一個地方 那我希望說把整個暖心公園 連接整個清水公園吊橋把它整個做起來 做一個很有細分的一個景觀 再帶動這個公園的一個亮點 越越越美麗 歡迎大家來定內公園玩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社會對公衛的重視 金融市議員鄭文婷在總質詢時認為 金融資源有限應該發揮最大的效益 呼籲金融市政府應該比照護政 適當整併七區衛生所的工人業務 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 我們基隆七個區七個衛生所 需要七個醫生七個主任 我們的資源就這麼一點點 全台北市有十二區 我們一個這麼小的金融市就有七區 我們需要這麼多衛生所嗎 那醫生的工作既然如局長他在業務報告的時候 他所回答的 醫生他要照顧病人 他沒有辦法去處理公衛的事情 所以醫生你不能讓他去兼任當主任 那你就好好的把醫生這麼寶貴的資源放到市立醫院嘛 是不是應該去思考各區衛生所要做功能整病的一個工作 這個部分我請教市長 我覺得應該當然應該與時俱進 那我想你提出這個建議我也覺得應該來思考 那我想我們議會之後我會請我們衛生局還有我們的人事單位 然後也參考其他縣市衛生所的一個做法 那看台北可能不一定那麼準 我想跟找可能跟我們差不多規模同樣等級的這樣的城市 比如說像新竹或者其他的這個城市 我們來做一下比較 那當然因為這個衛跟衛其實是還蠻專業的 我想我們來做一些評估 那如果適合做某一些的一些改善的話 我們會來做一些討論跟努力 很多工作大家都很辛苦的在付出 那也很努力 這個其實市民朋友大家都有看到 那衛生所也許大家覺得是一個不起眼的一個小單位 但是其實衛生所它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一個社區 長照還有這個衛教各方面的一個功能跟角色 尤其我們社會型態已經轉變 都是高齡化社會 那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部分要拜託市長能夠多多費心 來幫我們做一些評估跟調整 就是東信國小靠近田徑廠側的出入口 因為路邊停放很多汽車 導致學生家長接送學生受阻 市議員陳怡希望教育處可以設法改善 對一些小朋友跟家長他們要上下接送的時段呢非常的不便利 因為現在空間已經很少了 他們必須得做一個調頭的方式接送小朋友 現在下雨天根本是沒辦法放小朋友去入學 因為沒辦法回轉 那又是下雨天 那父母都很捨不得小朋友去淋到雨 那導致上下課的時段東信國小 他們的老師他們的導護媽媽出來 來做疏散也是沒有用 那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東光派出所有派兩個警力來支援 那是有改善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讓東信國小的小朋友 能方便入學 在他們上下課的時候 有應該是 他那邊有立一個牌子 那因為那個牌子不是交通處立的牌子 那個是私人私指揮力的牌子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沒有看到那個牌子 就是七點到八點 然後下午是四點到五點這段期間 讓黃線那邊禁止停車 不過大家幾乎根本是把那個牌子 根本是沒有放在心上 那邊還是停車停的很嚴重 東信國小有跟廠長反應過這回事 但是廠長是指出說 這個停車場又沒有畫停車格 然後來這邊停車的這些運動的朋友 他們本來就有權利來停放車子 但是停放車子沒錯啊 但是對家長來說 學童來說是很不方便啊 尤其是下雨天根本沒辦法下車啊 我們最近有針對這個東信國小這個案子做一個會看 那因為東信國小有兩個主要的出入口 一個是正門可能小朋友是步行 那車輛接送會是在後面 也就是靠中和體育場這個部分 那的確那邊車輛是比較多的 那我們最近有辦一個會看 剛剛講的那個指示牌的部分 會由交通處這邊再來立一個牌子 從7點它現在上面寫的是7點到8點 那會延長到醫學校的需求延長到7點到9點 這樣子的時段 我想改善立了之後會有所改善 那另外剛剛藝作所提到的這個比較亂象的地方 我們會再辦一次就是相關的稽查 那在現場會看了解實際的狀況 那如果不應該停的停放的車輛 那就會由相關單位來做一些相關的一些處置 基隆市軟軟區軟軟街遠遠路及軟江橋前的S型交通動線移植為當地詬病 市議員林敏勳要求儘速改善 金融市長林又昌表示改善方案由台鐵主政等方案出來 會再跟台鐵討論 連接從我們暖江橋暖暖過港這邊要連接到暖暖去 這個S型的陸服 那其實在上次的總質詢其實也拜託過市長 那但是它已經要取決於好幾個單位來做協調 有交通處 有交通規劃科 那有公務處執行單位 土木科 那還有都發處 那個土地使用分區的狀況 那這邊的話 是不是能夠請市長 因為這個是三個局處 大家責任分工 沒有辦法確認說到底是誰誰主政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陸服 是不是因為它進去 從暖江橋你要右轉再左轉 你如果要進那個暖暖街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不便 那我們希望是不是說 來把它做一個統合 讓我們從基隆回來走過港路的民眾 可以直接執行就可以回到暖暖 不要再走這個S型的陸服 那其實也很容易 因為它陸服 你一轉之後馬上一個90度的直轉 那會壓到那個黃線 其實只要被民眾檢舉 其實對 也都是要罰款的 都是壓線 那其實這個非常的不便 你轉了又轉 那其實如果可以執行 是真的是可以有效降低這個 行車的一個壓力 跟交通的壓力 所以我們希望說 因為它陸服其實是夠寬 那但是一直 我們之前幫會看 跟委員那邊 其實跟市政府這邊 還是沒有討論出來 一個到底是誰主政 那我這邊希望說 可以聽到市長的回答 是說 讓市長直接去指定 看是哪一個局處負責 那來做一個統整 因為那個地方是 台鐵的一個土地 最關鍵其實是台鐵 那那個市政府這邊 其實相關單位 包括這個交通 還有都發 還有公務處 其實他們分工是清楚的 那之前應該我也有 這個蔡司令立委 我記得應該她在日前 也有去 這個縣刊也有辦過 這個協調會 我記得好像跟農曉區幾位 議座好像也有一起 如果印象沒有記錯 現在好像應該是 請他們要做規劃 請鐵道局他們要做規劃 那我想是不是請 等他們方案出來之後 我們市政府這邊 跟他們在一起討論 看選擇哪一個方案 比較可信 謝謝 那這個地方的 其實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包括之前我記得是 那個誰 交通部林家榮部長 他來爬那個淡南古道的時候 他也有到這個地方看 基本上 大家的一個共識還蠻高的 接下來是怎麼做的問題而已 我回來了 你們這些都可以了喔 地紮稅還沒繳 看我的 用行動事務APP 掃描QR Code 確認繳稅資料 完成 還有多元繳納管道 用線上或超商 查繳稅也OK喔 多元管道正你選 智慧繳納神速配 對 豆苗啊 幫爸爸去買一包煙回來 喔 對 老爸 你違法了啊 學校有教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協助 傳遞煙品給未滿18歲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對不起 老爸你給我一包煙 同學 你滿18歲了沒 證件給我看 我啊 不對 同學 這是別人的身分證吧 你騙我 啊啊啊啊 抱歉 抱歉 同學 你未滿18歲 我不能賣煙給你 我會被划成耶 賣卵來啊 學長 你長相比較成熟 可以幫我買包煙嗎 抽什麼煙啊 學弟 我如果幫你買煙再拿給你 是違法的 走 跟我去運動 遠離煙品更健康 學長 你人真好 歡迎回到中央新聞現場 針對金融捷運問題 金融市議員張志豪 除了感謝金融市政府 也追問周遭的交通動線等配套措施 期待解決捷運營運後的最大挑戰 很感謝市長在跟新北市長 還有台北市長 做出了這些重要的這個政治問題 以及我們這整體的這個建設問題的解決 但接下來我們 關係著金融捷運的成敗 重點就是營運的問題 營運要成敗的關鍵是什麼 其實就是接駁的入網的建構 那在這邊我要先提出 直接提出3.19 第一齁 我希望我們的金融市 能夠向中央提出有效 要整合東北角各鄉鎮 尤其是基隆 還有金山萬里 的與基隆捷運之間的這個接駁的 整體的入網計畫 這是第一 第二個要求是 希望我們交通處跟公車處 盡速的解決現在公車處 司機員而不足的問題 現在R路線已經出了很多的問題了 第三點 也要求我們的交通處 要針對我們現行公車路線 還有營運 重新審視 前兩天 我們在 我在這個都發處的專案報告的時候 有提出一個案子 希望說都發處能夠 做出一個整體的 微型公園圍管的計畫 能夠讓我們這個 在區公所管轄的這種 微型林裡公園 能夠讓都發處也是 介入管理 介入監督喔 那今天早上我的這個桌子上面 就出了這個都發處給我的 書面的回函 上面是這樣子寫的 有關微型公園管理維護 並未訂定要點 僅由各區公所自行為管 這個 先跟處長講啊 這個答案不及格 要由都發處來去 找來相關的專業的人士 全面的去監督我們 全市的這一種 微型公園 我們現在也正在調整 我們科的專業 不管是城鄉風貌 李林工程 公園 跟區公所的合作 更密切 而且然後我們一起成長 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跟我們警官總顧問 跟我們都 那個都社科跟公園科 我們都要下來 聊下來 看怎麼去處理 同步都要提升 以上大概是幾個策略會去做 那如果是點的我們來 來去做 以上先跟易做報告 那剛才我也取得了處長的承諾 那我們就用點的方式來開始 那我們這些 微型公園 我們就一個一個 來好好的去努力 國外新冠肺炎疫情再起 引起民眾 對新冠疫苗 研發的期待 金融市議員 莊農青 在總質詢時 要求金融市政府 應該適時提供新冠疫苗相關資訊 給市民 讓民眾安心 目前有這個德國的BMT 有美國的Fairway 有這個華國的這個賽洛輝 還有這個昨天有提到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莫德納 莫德納 那總共有這麼多的這種藥廠 都已經有這個新冠病毒的這個疫苗 那目前為止 我們基隆市政府 跟衛生局 有沒有掌握到 我們到底哪時候可以拿到這些疫苗 哪時候我們基隆市的民眾 可以來施打 我想先請教我們林市長 好謝謝中主席的一個關心 不過這一部分是屬於衛福部的一個全責 也是中央疾管中心在統籌 我想市政府這邊目前並沒有接到任何 可以施打疫苗這樣子的一個命令或者是資訊 這個可能到時候要中央統一全責來做處理 謝謝 我想民眾都非常關心 因為目前整個這個新冠會員 在國外 在國外 第二波第三波 而且確診人數 理創新高 以目前來講 總共全世界確診人數 有五千三百四十三萬 死亡人數大概一百三十一萬 大家都非常恐慌 希望說能夠能取得疫苗 但是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場 我想雖然是衛福部來主導這所有的疫苗 但是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場 包括衛生局 我們也要適時的提供適當的這些資訊 讓我們基隆市的民眾能夠來了解 台灣博物館推出首本漫畫雲之獸 由知名漫畫家漢寶寶 透過觀察館藏標本 重現雲爆樣貌 並且在台博館展出微型展 歡迎民眾前往參觀 消失的台灣雲爆 在漫畫家筆下耀然於紙上 台博館推出首本漫畫雲之獸 來自遠古的守護者 由知名漫畫家漢寶寶指筆創作 透過觀察館藏標本 重現台灣雲爆栩栩如生的樣貌 如果你看雲爆的花紋 它其實是一種迷彩 你知道嗎 它是幫助動物在森林中你看不到它 所以迷彩的特色就是 它上去之後它的形狀會被破壞掉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它有這些幫紋的話 你看不到它到底長什麼形狀 所以如果你用素描的方式 每一個幫紋都照著寫實的方式化 就是你只會看到一團亂七八糟的東西 然後就是它的形狀會被破壞掉 所以其實轉畫的過程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漫畫中描繪山林中 台灣雲爆所面對不同的挑戰 用深入淺出的方式 探討稀有物種如何滅絕 最後雲爆化身為博物館的守護者 巧妙敘述物種與人類文明保育的關係 透過跨領域的合作 顛覆民眾對博物館的印象 新書發表會中 漫畫家也將原稿捐給台博館 並且舉辦漫筆台博微星展 展出30幅精選手稿 還有雲之獸著色本多媒體互動裝置 歡迎民眾在12月6號前前往台博館參觀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還記得大富翁遊戲和尚拿著算盤的 長鬍子爺爺嗎 迪化207博物館推出了 玩舊童年桌遊特展 展出近百届60年到80年代盛行的桌遊 那我個人是最喜歡的就是早期的大富翁 因為他算是非常經典 算是我們那個年代所有孩子共同的記憶 那還有像是陸軍旗的系列 因為早期我們抗戰意識蠻濃厚的 軍民一家親 所以跟軍隊作戰有關的 那在男生之間非常流行 所以那個部分我也非常的喜歡 那就是有這兩個為主軸 然後推廣出去的其他我只要覺得特別的 我都很想介紹給大家 展場中還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大富翁桌遊 像是依照1974年十大建設命名的大富翁 以及幸福人月球探險等 除了從遊戲的圖像設計看出時代氛圍 也可以從桌遊了解到當時的時代背景 其實現在的桌遊跟之前的桌遊 有一個蠻大的不一樣 以前的桌遊還是比較在一個大的議題上面 例如說它可能跟社會有關 跟交通有關 或者是跟生活環境有關 但是現在的桌遊走得非常的細緻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桌遊 它可能以歷史的某一個區塊 像日治時期的大轟炸 然後或者是它裡面可能要講教育 或者是它裡面要講環境 所以它分的細的程度 跟早期的這樣子的桌遊 有一些蠻明顯的一個差異 迪化207博物館完舊童年 從即日起展出到2021年4月11日 歡迎大小朋友一起來參觀 回憶在沒有手機同晚的年代 桌遊帶給人們的歡樂時光 記者臨席會台北報導 接下來是生活資訊 提供您參考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T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張啟燈祝您一切平安 再會 我是張啟燈祝您擔任 謝謝你看